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这款反恐利器,比受雷大一点,16万人民币。 日前,俄罗斯公开展示了多款顶尖武器,譬如-28萨尔马特战略导弹、史马赫高超音速空对地导弹等,这一系列高调的秀肌肉举动显示了俄罗斯在武器装备研发领域具备的强悍实力。 此前,有外媒报道,俄罗斯正在开发一种新型军事间谍装备,专用于战场上难以进入的建筑物中使用。 这款名为Stira的球形机器人将代替军事人员,进入难以抵达的地方搜集视频和音频情报。 据说,该机器球已经在叙利亚战场,进行过实战测试,他们的造价也不便宜。 单个机器球价格1.85万英镑,约合16万人民币。 球形机器人内置四个摄像头,可以360度无死角反馈周围环境情况,供建筑物外的操作人员参考。 另外,机器人身上还装有LED灯、麦克风和无线电讯号发射器。 对于执行间谍任务相当有利,它能够在50米的距离内立刻传送侦察到的图片和声音。 据悉,Sphere可在零下20度至零上45度的环境下执行任务,非常适合城市反恐作战。 这个球形机器人操作也相当简单,对准建筑物的窗户或其他开口扔进去就行了。 这样的设计不禁让人联想到星球大战电影中的BB8机器人,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曾经曝光过操作球形机器人的一则短视频。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操作人员直接打开大门将其扔了进去,体型小巧的它,比较适合各种人质营救行动。 据说,俄罗斯陆军已经签署了采购首批该机器人的订单。 监视画面中,建筑物内部的景象清晰可见,单个16万人民币的造价,似乎有些。